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赖清德 他借由这样的出访的机会 接受外媒的专访 他说以台湾是名为 中华民国的独立国家 来作为他的台独立场的澄清 那么就被认为说 是为了要打消美国对他的疑虑 所谓的依赖论 赖清德今天说 不管是依赖或是以美 都是大陆的宣传 就是为了分化台美关系 影响2024的总统大选 但这样的说法 江启成就质疑赖清德 你要选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结果你不断被问的 都是国家认同的问题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赖清德到底是要选什么的总统呢 当美国外媒不断地要赖清德 对国家立场来做表态的时候 不就代表国际上 对赖清德的政治忠诚度 安全度都有疑虑吗 如果赖清德要打消依赖的传闻 那么干脆直接告诉外国媒体说 我是不是要放弃台独 这讲清楚说明白不就好了吗 李文 这一次他到美国去访问 当然一定要向美国交心表态 尤其是对依赖论的核心问题 就是他的台独政治工作者 作为他一生最重要的核心信仰 那么他选总统不就是为了要台独吗 赖清德为了此事 已经多次的澄清并且下架台独两次 那么两次 那么这一次呢 过境美国 当然这也是重中之重 那么他借着接受彭博社的访问的时候 在外媒访问的时候呢 当然就说了更加的露骨了 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宪法上的称呼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呢 未来不需要改国民 也没有所谓独立路径的问题 换句话说 他的确是说了大白话 台独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 那么过去呢 他几十年从政讲台独 说穿了就是一个骗局啊 所以呢 那台独的人士又作何感想呢 我们先看侯友宜先质疑他 说赖清德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是你自己讲的 而且你还是在国会殿堂上公开讲的 所以呢 你当然有台独的路径 也有台独的地图 更有台独的GPS 根本完全没有改变 所以这句话是来骗美国人的咯 好 那我们看看 那台湾的独派怎么说呢 台湾的独派就是继续自欺欺人 台教会的会长跳出来讲说 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胜选啊 看到没有 为了胜选 胡说八道 骗人都没有关系 赖清德现在这个说法 哎呀 我们一点都不意外啦 要有好的气势才能够顺利当选 所以讲了台独就不会有好的气势咯 那台独是票房毒药吗 他说顺利当选之后 独派才会有希望 什么希望呢 做官的希望吗 好 他说啊 哎呀 只有赖清德选上了之后 就可以在任期内完成修宪工程 那为什么不在蔡英文的任期内完成修宪工程呢 为什么不在赖清德的副总统任期内完成修宪工程呢 而且这次不是说要修宪吗 刚好趁着要降低18岁的门槛啊 一起来修啊 没有啦 还要继续骗吗 每次要修宪的时候不就是说不可以动 有关于国家认同 国土范围 主权 这些通通都不可以动吗 所以啊 怎么可能修宪呢 更不要讲 你们台独是要制宪 他说要建立真正属于台湾人的宪法 拜托一中宪法 这更好笑了 第一个 民进党有谁现在还想要建立属于台湾人的宪法 还想要制宪的 你告诉我 请这位独派人士告诉我 哪一个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立法委员也好 中央官员也好 在总统府上班的 还有哪一个想要制宪的 没有了啦 你是活在哪一个时空 但是他讲了一个实话 就是现在的宪法叫做一中宪法 看到没有 所以台独两个字 对他们来讲 不是什么价值 不是什么信仰 笑死人了 就是一场骗局而已 好 那赖清德还说 没有依赖论 这些都是大陆在分化台美 创造错误认知 影响2024大选 又每次丢给大陆 是谁说有依赖论的 是金融时报写的 是大记者 大媒体 代表 西方主流媒体写的 跟老共一点关系 通通都没有 老共哪里有依赖 老共就是相信你是台独啦 老共没有依 有依就是还给你有怎么样解释的机会 你这次不就是去解释的吗 然后现在最恶心的是 见美国内政部长的时候就说 你看我跟美国人关系也很好 他看到我的徽章歪了 还伸手帮我调整 很客气 他说 看起来现在美方一直想要挑起台海的冲突啊 他说 所以啊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话 他相信 请问一下你相信的基础是什么 他相信 世上包含美国在内所有的民主国家都知道应该如何反应 如何反应 赶快自保 战争不要碰 什么反应 没有你到底相信什么 这些国家会怎么反应 通通不敢讲 通通不能讲 通通不会讲 这样怎么选你当总统啊 就用一辈子就这样子拿着台独两个字 就混到了市长 混到了立委 混到副总统 混到行政院长 然后当总统的时候 再赶快把这两个字丢到旁边 说没有跟他们有关系 就这种咖 就这种人品 就这种格调 台湾人真的也太悲哀了吧 所以啦 这就是赖清德 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人物 选前选后 胡说八道一通 这种政客的嘴脸 这种讲话的内容 你还投得下去啊 赖清德告诉彭博新闻说 台湾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 网友大酸说 哇 这个叫做台湾今孙变成什么孙 撞山了吗 赖清德现在接受了这个宪法一中 下一步是要承认九二共识了吗 但是啊 这个独派大佬却告诉媒体说 其实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赖清德要能够胜选 只要赖清德顺利当选的话 他就有希望可以在任内摆脱一中宪法 完成属于台湾人的宪法咯 所以现在赖清德口口声声说 他会遵循蔡英文的路线 跟美国有沟通管道 现在最支持你的独派 直接表明说选后就要来修宪了耶 这很明显的就是在踩赖清德说的红线啊 那赖清德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你是要反驳还是 其实你心里是支持独派说的话呢 还是说真的就像独派说的 现在的赖清德只是在装乖 让美国安心等他选一之后 有可能会和陈水扁一样 变成国际的麻烦制造者吗 郑前委员 我觉得民进党真的有一个地方 就是把整个台湾的价值跟风气都带坏了 就加些就是带台湾的民众从头到尾 大家都在欺骗 那这个地方讲到一个点就是说 他分明赖清德之前讲过好几次 他是讲说1911年创立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 他以前讲过的话 然后他也讲过说 中华民国宪法影响到台湾的一个团结 然后他讲说要找到适当的时机 再来重新制限 那现在选举到了 美国的媒体在质疑他的时候呢 那他就讲说 我们现在就先不讲 先顺利选上了之后再说 就是觉得好像在台湾欺骗老百姓 骗习惯了 现在用同样的方式想去骗国外的媒体 就先过了这一关 再说先骗过这一关 再去看下一关要怎么去做处理 那这是现在民进党从上到下 都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觉得这其实是非常的可恶的一个情况 那我在想说 赖清德其实他对于整个台独的主张 其实非常的明显 他从骨子里其实就是非常的明显 在主张台湾的独立 然后全国人民也都知道 现在选举到了 他就开始在转弯了 在开始转弯了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的时候 我觉得国人都看在眼里 那当然不会给予他真正的一个肯定 那我觉得以赖清德这日去的时候 他在去之前 之前在宜然讲说 什么他如果有机会到白宫去 用中华民国的总统到白宫去的时候 他的两个政治目的就达到了 一个政治目的的时候 就表示说台湾已经得到国际的认同 可以是独立的一个情况 然后第二个状态就说 那台湾这边的时候 就是也让整个国际都接受 可是我觉得赖清德讲这点 其实我觉得他完全踩到两个红线 一个红线是美国对于中华民国 这个总统是不是能够进到华府去的一个红线 其实目前来说其实不行 即使说美国他们有一个台湾旅游房 其实还是不行去 那另外一点就是台湾民众的红线 就是说对于台湾的元首 他真正的一个目标 是为台湾人民谋福利 而不是到美国去到华府去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讲 在宜然讲的话 完全是踩到美国跟台湾民众的一个红线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那我觉得以目前就是 这是最近在网络上面 也被大家疯传的一个情况 就是有一个里长 台中有个丰田里的里长 就是在丰原那边 一个刘瑞泉 他就说我爱台湾 谁当总统都可以 但是不准有战争 他说他的孙子才两岁 那现在的情况的时候 我觉得民进党上下 我也要让赖清德当选 就大家就准备一路片 不知道什么台独的教授 学者专家 就讲说这个部分都先不要讲 先胜选了之后再来说 那我觉得这就是 现在民进党对于整个台湾 价值很大的冲击的一个部分 就是完全不讲诚信 先骗到手再说 那其他东西都无所谓 所以赖清德他接受彭博专访的时候 口头上他就重申 台湾没有必要另外宣布独立 好像试图要撕掉 贴在身上的台独标签嘛 可是他只说这是为了团结台湾 宪法上的名字就是中华民国 解释了一大堆 他就是不肯把我们的国家 叫做中华民国 这句话给说出口啊 所以他是说不出口吗 这不是等于他是在两国论上 玩文字游戏吗 赖清德一边说要和大陆 共同推展和平 就一边喊说要强化军力来吓阻 甚至还说台海如果发生战争 美国知道如何反应 先不说这样的说法 不就等于把台湾的命运 都交到了别人的手上吗 那赖清德的内心话 是弥漫着台独思想 不是招染若揭吗 宏伟委员 我记得那时候蔡英文 曾经指责说国民党 是把这一场的选战 是贩卖战争的恐惧 那么后来民进党 陆陆续续也都有这样的批评 说我们在讲说 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这个是都在贩卖战争的恐惧 挑起民众的恐慌 可是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赖清德 接受外国媒体的专访 其实赖清德 自从他宣布要参选总统 他非常非常少 我印象没有什么 他在接受外媒的采访 好 那这一次 彭博商业周刊 那么他的标题就是什么呢 就Can he keep the peace 问号 就是说你能不能维持和平呢 就是你一个总统候选人 可不可以维持和平 好 所以我要问了 请问一下到底是谁在贩卖战争的恐惧 如果连外国媒体 美国的媒体对于赖清德 也有这样的疑问跟问题的话 那可见赖清德 他自己本身的两岸论述路线 不只是国内有很多 对他是不是现在只是隐藏他的台独 然后未来他如果一旦成为总统之后 他还是会往他的台独的目标前进的疑虑 同样的也发生在美国人的身上 我觉得这个是很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质疑 不是只有台湾人才有 美国也是 你如果看到那个整个的专访内容 你会发现他很多的篇幅 都在讨论赖清德 第一个你是不是台独 台湾人民如果要台独的话 你会走什么样的路线 所以今天赖清德 是没有办法自己想办法 去揭开他自己那个台独的标签 那这个孰另置之呢 这是跟过去一个政治人物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当年这个赖清德 就是举着个大大的招牌嘛 台独万岁啊 对不对 然后当人家说 你是台独金孙的时候 赖清德从来都没有质疑过 也从来没有否认过 但是等到他要选举 等到这一次他要去访美之前 故意去接受绿媒的访问 告诉大家 我不是金孙啦 我不是台独金孙 我是金童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大家在练金术 变成他是金童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想要掩饰 你原来的一个台独思想 或者骨子里面的台独路线 今天美国人都不相信你 所以为什么现在他在这一次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会继续的说愿意把台湾未来的安全 未来台湾如果面对发生战争的时候 他会把所有的主动权交给美国 老实说我觉得这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未来有可能当总统的人 他告诉我们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话 他会把台湾人的命运交给外国的政府的手里面 那请问一下 我们选出这样的总统是要做什么呢 而且最主要的 我们本来就是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寄望于 我们是能够维持和平 而这样的一个寄望 事实上你也可以看到 美国不管他的路线是怎么样 不管他们抗中到什么地步 他都不希望出现 在台湾出现一个troublemaker 也就是不希望能够激化台海之间的危机 然后迫使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必须要进入在这一场的战争里面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不只是要说服台湾人 我看他现在连美国人都没有说服成功 赖清德说台海如果发生战争 美国知道该怎么做呀 所以美国到底会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美国现在做些什么吧 先前美国宣布要对台湾提供百亿的军援 绿营就大赞说 哇这是加强台湾不对称的战力啊 是在打脸以美论啊等等 但是军援的内容一直迟迟不公布 现在军援的清单终于曝光了 有四架的MQ-9A无人机 比我们想要买的MQ-9B比较低阶 然后刺针飞弹给的是训练仪 不是给刺针飞弹 其他的是一些防护的器材啦 小口径的弹药啦 人员的防护装备等等 好啦先不说我们花钱跟美国买的是实弹耶 结果美国给我们训练仪是怎么一回事啊 再来啦过去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每一年还跟台湾买子弹 买一亿元的子弹耶 所以我们自己都会生产的小口径的弹药 需要美国送你吗 然后再来啦送给我们防弹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是因为知道我们买的抗弹板有问题吗 所以这就是民进党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吗 这次美国军援台湾这个价值高达108亿 那其中最重要就是这四架的死神无人机 当初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有 那台湾也自己采购了四架 差别就在于说现在美国送给我们这四架 是没有这个飞弹系统的 那台湾自己采购是有飞弹系统的 那对于台湾来讲如果两年内能够快速的获得8架的这个无人机系统 对于整个台湾上空的防御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整个印太地区除了台湾自己的这个无人机之外 美国也在日本跟菲律宾也分别都部署了将近8架 那澳洲也采购了将近30架 甚至印度也采购了这个20架等等 所以其实整个印太地区这个无人机未来除了这个勤资共享 还有勤收能力 对于台湾的整个上空的防护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一次美国能够在我们自己采购之前提前拨给我们这个无人机 对我们来讲是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大家知道俄乌战争的时候 乌克兰也一直要求就是能够给他们更低一阶的这个无人机 美国一直都没有答应 那现在美国就直接拨给了台湾四架 那回应一下刚刚这个所谓赖清德台独今孙的议题 这个是2019年的时候党内的选举的时候 有人贴给赖清德的一个标签 当然对赖清德来讲他一直也都承认 就是说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甚至现在也直接表明了 就是说台湾没有独立的路径 那认为说台湾现状就是一个名字为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国家 我想这个也是所有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大家的共识 那这一次到美国去我想也说得非常明白 甚至在去之前刚刚讲 接受这个电视台的访问 也特别都提到 就是说台湾包括民进党从来没有要反攻大陆 所以也希望能够跟对岸做朋友 我想赖清德不断地释出善意 甚至说国际红线就是台湾红线 也是赖清德的红线 这一切都已经表明了赖清德对于国家安全 对于两岸关系的立场是绝对可以放心 而所谓的以美论也是有新人见风插针 不断做文章的一个操作的结果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